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那今天來到永和區寶坪路50巷的 燒滾滾廣東粥 那這個是早上就可以吃到粥的一間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這是這一家的菜單 就寫在這個自餐區的下面 他們上面這邊也還有 裡面品項有一個很特別的 麻油豬肝粥 那我們就來問問看 老闆娘妳好 妳好 那想要請問一下你們這個 燒滾滾廣東粥的營業時間是 我們是每週二到日 然後週一公休 然後每天早上大概7點開始營業到下午3點 7點營業到下午3點 好 那你們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叫做 麻油豬肝粥對不對 是您開發出來的嗎 對 那創作靈感是 是 創作靈感喔 就是冬天的時候 我很愛吃麻油雞 欸是 可是又覺得我們的粥 如果在冬天的時候 大家有辦法也吃到麻油口味的粥 好像也不錯 欸是 就是麻油雞的湯泡飯 喔是 所以後來想一想 欸用煮成湯 湯這樣泡成粥好像也蠻好嗎 喔是 就是這樣一年之內就把它開發出來 可是因為雞肉的話 我們目前還沒有開發 所以後面就想說用豬肝去代表 然後回想還蠻好的 還蠻多客人喜歡吃的 喔是 好那我就點一個 您這邊很特別的麻油豬肝粥這邊吃 好 謝謝 冬花油條都要加嗎 喔都加 好那老闆娘蠻親切的喔 那現在就吃吃看這樣 先看他製作啦 好 好那就是有放這個枸杞 枸杞跟殭屍喔 然後還有豬肉絲 吃醬味 吃醬油 吃醬油 煮成 吃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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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成 煮醬油 煮成 吃醬油 خ量 那感覺上材料還蠻豐富的齁 因為我們都常常遇到客人跟我們說,他吃不飽 那個藥都放到非常非常多 讓人家不會只是因為心中,就是沒有飽 我們一般來說,客人都覺得吃太飽 吃太飽 因為是藥開始飽 我剛剛看到狗氣,好像就是泡藥酒這樣子去 對,狗氣有泡藥酒,就是那個米酒 會讓米酒會有那個狗底的香味跟甜味 因為他吃起來會比較香 這樣子 會比較好 然後這樣就差不多就好了喔 好,那現在已經製作完成了齁 看起來蠻大碗的齁 上面還有這個大量的胡椒粉跟蔥花 好,那現在就來吃吃看齁 剛好今天天氣蠻冷的齁 所以吃個這個,熱呼呼的還蠻適合的 好,那就吃個,欸,這個好像是竹肉絲喔 很燙口喔 然後,豬肉絲感覺蠻新鮮的喔 好像裡面還有一些材料喔 香菇實在蠻香的 放的料還蠻豐富的喔 咦,豬肝在哪 先找到一小塊啦 好,吃吃看 還蠻好吃的喔 然後它有帶著這個 麻油的香氣喔 路上的貓咪在吵架,真有趣 哈哈 我先撈到豬肝大塊點再介紹好了 不知道為什麼,豬肝都是找到比較小塊的齁 可能做法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粥還蠻濃稠的齁 然後 吃起來蠻香的齁 裡面就是有這個香菇跟豬肉條 還有豬肝 還有高麗菜齁 所以吃起來的味道是還蠻豐富的齁 嗯 蠻好吃的 好,那這樣是一百塊齁 剛好今天這樣冷冷的天吃起來就蠻舒服的 嗯 好吃 還蠻大份的齁 不過因為說它是粥,然後就是 味道很清淡 味道還蠻濃郁的齁 就是這個麻油香啊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齁 感覺比那種 連鎖店的粥還好吃 感覺上 嗯,枸杞也蠻香的齁 就是有它這個枸杞的甜度跟這個香氣都有帶出來齁 因為這個米酒的關係齁 老闆娘剛剛有講 嗯,好吃 好吃 而且一早就吃得到了齁 蠻不錯的 然後個人覺得分數有90分齁 欸,這個比較大塊 終於找到了 好,就是裡面的材料都還蠻滑口的齁 滑嫩滑嫩的這樣子 嗯,然後 有這個 麻油的濃郁的味道齁 甘甜甘甜的這樣 不錯 嗯,好吃 那粥還蠻濃的齁 覺得還蠻值得推薦的 蠻好吃的 然後 甘甜味就來自於這個蔬菜了齁 蠻好吃的 蠻大份的 好,也許下次會再吃吃看別種啦齁 算是蠻豐富的一碗收 一百塊這樣算蠻便宜的齁 好,那大致上是這樣 好,那最後就是這個 燒滾滾廣東周的活動名片齁 這是他們店名 燒滾滾啦 然後營業時間在下面這邊齁 剛剛老闆娘講過啦齁 7點到3點 然後週一 公休 週一 然後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區保坪路50項2號 那個人覺得就是他們的這個 麻油豬幹粥 蠻特別的齁 然後也蠻大份的齁 CP值蠻高的 然後吃起來也還不錯齁 裡面的材料蠻豐富的齁 就很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齁 算特別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齁 掰掰